iPhone 12終於正式亮相 執行長庫克開場一連提的三次5G 介紹蘋果有史以來第一款5G手機 我們很興奮iPhone 5G 我們會介紹5G 新冠疫情攪局 蘋果線上舉辦第二場秋季發表會 推出三種尺寸 四款新iPhone 12 和iPhone 11一樣 都是6.1吋i12更輕更薄 被預測將是市場最搶手的大小 有黑白綠紅藍五種顏色 配備雙鏡頭 搭載史上最快A14處理器 是業界第一支使用5奈米製程晶片的 智慧型手機 換上類似iPhone 4的平面邊框方正設計 基底還是保留了瀏海 蘋果特別介紹 i12使用新尖端材料的 康寧玻璃超磁金盾 強度還要超越玻璃 Pro是三鏡頭 有晶瑩海軍藍和石墨四種顏色 最大6.7吋 和i12規格都一樣 還有i12mini 號稱史上最小最輕最薄5G手機 只要23,900元起 往往蘋果在發表會後股價下跌 這次也難逃慣例 收盤股價下跌2.7% 記者彭心怡綜合報導